有感於媒體環境的改變 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 除了在額少優質節目徵選上 加入多元媒體參與 近期更設計了新的LOGO 傳達基金會的理念 並且以多元方式讓媒體 試讀教育變得更加有趣 什麼時候 等一下 是不是竟然也是媒體 所謂的媒體是藉由媒介 把我們的訊息意見趣味娛樂 傳播出去 像是我用臉書 IG 抖音 Youtube Twitter 嘿 降落 在我後方這個其實是 我們1999年成立之後 媒觀的一個LOGO 它其實就是眼睛一個很明顯就是 回應我們Watch監督的這個角色 那我們後來呢 今年剛剛講組織在慢慢因應 多元媒體的這個轉型 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媒體政治的監督 就是不是只有單純的這個 用眼睛作為一種意象 我們開始用這個新的這個LOGO 是四種不一樣的顏色的 這個是電視Bar的這個顏色 然後把這個眼睛相在這個LOGO的中間 所以表示第一個 就是我們看的意象是更廣了 好 那眼睛是在核心是在中間 那不只是讓民眾希望用眼睛看 而是透過不同的平台裡面 我們其實事實上都要去注意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年想要再把我們 在基金會做更進一步的發展裡面 能夠做一些轉變 那當然這個顏色的轉變也代表 基金會不是只有在過去這個 著重這個三個點 就是媒體社長的教育 媒體監督跟政策倡議之外 我們希望多一個跟群眾更積極的互動 所以我們會有這個教材 這個教材即將在規劃生產第二套 製作就編寫第二套 這個其實都是青少年喜歡的顏色 非常的豐富 我們在這個七月份的時候 就會有一套媒體素養教育的桌遊發表 這個是跟假訊息有關 剛好我們都知道台灣最近又要選舉了 所以裡面其實就是會跟選舉有關 選舉的時候非常多的這個假訊息 假消息滿天飛 那我們就會有這個桌遊 可以這個上市 在市面上就很多的學生也好 老師也好 可以作為這個素材 我們也會拍很多影片 短音頻的這個影片 三到五分鐘的 包括配合動畫的 我們跟一些知名的YouTuber合作 非常的有趣去介紹這一個 什麼叫做媒體素養教育 所以在跟著我們的形象LOGO轉變裡面 就是意味著更多元的 更接地氣的 希望跟民眾有更多的互動 不是再透過演講 透過硬邦邦的上課 來推廣媒體素養教育 所以這個都是因為 因應形象的這個LOGO的改變 所做的這一些更創新的一些發展 成立於1999年的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 是由一群傳播學者與食物界人士組成 除了致力推動媒體素養教育 監督媒體政策 更結合民間與政府力量深化媒體改革工作 媒觀推動媒體素養 然後倡議媒體政策 另外呢 媒觀也投入了 包括媒體環境的監督跟改革 包括能夠促進商業媒體環境的一些改善 過去二十多年來 包括媒觀在內的不少媒體公益組織 以及媒體產業界的朋友 包括中家媒體集團 那大家用分進合集的方式 投入各種資源 包括開發新的教材 然後能夠去推動媒體素養 到不同的社區 以及針對像是社區大學 還有不同年齡層的學生跟老師 我們都用不同的方式 去推動媒體素養的這個教育 多元化媒體時代 各種假訊息與傳播亂象衝刺 基金會透過媒體觀察與監督 竭盡力量撥亂反正 為台灣社會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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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